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明天很多收藏家纷纷带着自己购买的文物和祖传宝物来到现场寻求专家的鉴定 比如接下来一位70多岁的北京大爷拿着自己祖传的宝物先来寻求专家的鉴定 专家的健保行为却让大爷当场发飙 老大爷最终抱着自己的宝物奋然离场 据当时的健保大会负责人回忆 在河南的一期健保大会上 一位70岁的北京胡大爷抱着自家祖传宝物来到现场 胡大爷向现场观众和专家介绍自己带来的宝物 这件宝物为明代成化时期的素三彩鸭勋 听自己曾经在世的祖父说 这件宝物由他生前从一位收藏家中获得 之后就一直在家中珍藏 如今传到自己手中已有六代有余 祖父在去世前强烈告诫自己 一定要当作传家宝珍藏下去 现场观众和专家听到这事件宝物时纷纷惊叹不已 大爷扬言国家博物馆中只有一件同款的残词品 自己手中的这件为无价之宝 专家听完立即对大爷带来的这件宝物进行细致鉴定 这件专家一遍又一遍的鉴定 他们的表情显得十分明重 其中一位专家介绍说 祖伟明成化年间的罕见国宝 素三彩儿勋的确十分少见 向大爷带来的这样的真品更是绝无仅有 就在专家宣布为真品时 其中一位专家果断打断他的话 他认为这只鸭子的气形 是根据上世纪八十年代 景德镇玉瑶出土的成化三彩鸭薰残片修复而来 鸭的脖子没有一个弯曲度 压根达不到成化仿生似的雕刻标准 因此只有可能成为当代一件高仿品 现场出场家却认为大爷的鸭子为真品 于是他表示出一千两百万收购 大爷对于专家的话嗤之以敌 最后抱着自己的宝物愤然离场 本期的寻春秋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